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昨天我上了一个视频 叫做什么叫做有钱人 然后今天我在那个视频下面 我看到一个留言 是这个 是匿名写的 然后他就说 他不认同 需要主动动手去做的收入 叫做这个中产阶级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他说有一些 银行家 收入超过4万5万的 难道你告诉我 这个叫中产 他非常不认同 收入4、5万还叫中产 我看到 这一句话 我真的是心里面 1万个WTF OK 我就只能够回答一句 如果你说的数字 是4、5万的话 那妥妥是中产 OK 所以 我今天 我就针对这个留言 我想做一个视频的命题 就是 贫穷 绝对限制了你的想象 OK 真的 我们时常都听到这句话 贫穷 限制了人的想象 今天我这个视频 我就告诉你 贫穷怎样限制人的想象 如果你认为4、5万已经是很多钱了 至少也要叫超过中产 因为根据他的留言说 4、5万的银行家 就不应该叫中产 要超过中产 OK 我就告诉你 真正的有钱人是怎样 OK 好 所以 我告诉你 我也是中产 OK 我的 这个中产呢 就是 我每天都需要 亲手去帮病人 才可以赚到钱 OK 我是主动收入 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 OK 我比如说 我 今天 星球来着 带我的家人 去吃一个大餐 OK 两三百块 两三百块 孩子 你知道 吃这一餐 爸爸 要帮 两三个病人 洗牙 才赚得到这一餐的钱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中产吗 中产就是 你每花一笔钱 你要想着 你要做多少个病人 做多少单生意 你才可以赚回这一餐 这个就叫中产 OK 当你哪一天 你不需要这样来算的时候 你就不叫中产了 你就超越中产了 所以 现在呢 社会人兄告诉我 4、5万 难道你还好意思叫中产 4、5万肯定是超级富豪 OK 好 我告诉你真正的有钱人的世界 往往 两个有钱人 他们可能不需要 做什么工 就是去打一个高尔夫球 或者是去 搭配一杯酒 然后呢 你一句我一句呢 就可能呢 谈成了一个几十亿的大生意 有看那个 梁朝伟 刘德华最近的电影 《金手指》 里面就有一幕 这个梁朝伟 他就要 叫这个 太子爷 买下他的 金山大厦 花一个 十多亿来买他 金山大厦 也是 一句话的功夫 真正有钱人的世界 就是 一句话 一杯酒的时间 或者是打一个高尔夫的时间 几十亿 就这样 这个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然后 我刚才跟你讲的 中产 我今天出去吃一餐两三百块 孩子啊 这个宝宝要洗两三个鸭才转回来 OK 你们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了 OK 然后 如果你说 这个是 戏里面的情节 真实的 这个生活哪里可能会有这样 真实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最近有一个新闻吗 就是 这个 好像是IOI 他之前卖了一片地 在Lofo 一片地 给这个 EcoWall 然后才隔几个月罢了 没有到一年的时间 好像半年出一点罢了 这个EcoWall 他转手卖给Microsoft 那个地价翻了5倍 然后近代4亿 OK 谈成这笔生意 也是一杯酒 一句话 一场高额付的时间 然后 转一个手 4亿静带 地价翻5倍 这是真实的 这不是戏里面的事情 OK 我相信我刚才讲的东西 你们应该有概念了啦 就是我说 我出去吃一餐 300块 孩子我要跟 两三个人洗牙才有这个钱 然后 我就说 真正的那些有钱人 那些富二代 一杯酒 一个高尔夫 一句话的时间 几亿几十亿去啊 OK 所以你们明白了 中产 跟资本阶级 到中间的差距了 是啊 真的是天然之别啊 OK 好 so 我现在进入正题啦 我讲了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啦 OK 像这位人雄说呢 四五万的 绝对不可以叫中产切记 好 我现在我就告诉你 贫穷怎样 限制人的想象啦 来 我找了一些资料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OK 在马来西亚啦 可以买到最贵的车啦 你知道可以贵到哪里去吗 OK 第一名 像Loss Royce这样的车 百万马币以上 然后 Benley 也是百万以上 Ferrari 在六十万到一百万 马币之间 保时捷 四十万到八十万之间 然后呢 接下来才到MERS BM 那些都是便宜货啦 OK 也是 要 三十万到六十万之间 OK 好 So OK 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名牌包包啊 最贵的 爱马斯 一个罢了 几十万马币以上 一辆车去了 哈哈哈 OK LV 啊 一个包 十几万到几十万马币之间 我爱马斯贵过LV啦 然后到这个 香奈娥 十几万马币 后面不要讲了啦 OK 所以一个包包包罢了啊 然后 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手表 最贵的 啊 Pate Philip OK 一个手表 几十万到一百万马币 啊 第 第二贵的 Rolex 三万到十万马币 啊 然后 还有一个 叫做 爱比 啊 sorry啊 我对手表没有研究啊 OK 5万到20万马币 啊 OK 下面都没有 不要讲啊 OK 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豪宅 最贵的 在Bangsa KLCC的顶级公寓价格可超过三千万马币 冰城 海滨别墅 2000万到5000万马币之间 吉隆坡的独立别墅 啊 好像Monkara Damsara的独立别墅价格在1000万到3000万马币之间 啊 Rofo的豪华别墅 500万到2000万马币 OK 接下来 在马来西亚可以消费的餐馆啊 最贵的是Nobu Kuala Lumpur 高端的日式餐厅 啊 价格在几百到上千马币一个人 啊 然后 之后还有一个 吉隆坡的高档餐厅名字叫Sera V 提供现代亚洲美食 价格 500马币以上一个人 OK 然后还有个 Marble Park 高级牛排 价格在300到800马币一个人 啊 OK 好 所以我现在说的是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酒最贵的 啊 啊 啊 有香槟 威士忌 干衣 红酒 最贵的可以去到几千块马币一只 啊 好像某台更贵吧 OK 好 所以我找到一个就是 马来西亚人可以参加最贵的欧洲豪华旅行团啊 啊可以去到8万块一个人 啊 OK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有钱人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应该贵过这一个东西 8万不是很高 OK 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到的机票最贵的机票啊 我们平时都是做经济场罢了哈 老实说我40年我没有做过商务舱我没有做过头等舱 啊 OK 头等舱一张机票 8000到30000马币不等 商务舱一张机票3000到10000马币不等 啊 OK 好 马来西亚可以买到最贵的衣服没有包过包包 最贵的还是那些包包的品牌 第一名爱马斯 一件衣服可以卖到几万块马币 啊 还有香奈儿 迪奥 啊 古池那些也是可以到几万块马币一件啊 OK 然后马来西亚可以买到鞋子最贵的还是爱马斯 高端定制鞋 啊 一双鞋可以卖几万块马币 还有一个迪奥香奈儿古池也是跟刚才一样的品牌 也是全部 最贵可以去到几万块买一双鞋 OK 马来西亚可以买到香水最贵的 Christian Dior 最贵的可以几千马币 一小时 啊 OK 所以我在这里知道最贵的香水大概是几千块 宝币一小时 OK 好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了 这一些 啊 所以你们现在终于知道了 贫穷的确是会限制了人的想象 有钱人的生活其实 是真正的有钱人 真正的资本鞋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啊 啊 OK 然后你现在看了这些 你现在告诉我 15万 不可能是中产 一定是超过中产 我要想回应你了 OK 在这里我想来一个很好笑的梗 OK 像我现在住的屋子啊 我从我外面的Gate 进到我里面的门啊 跳三步就到了 然后你知道那些真正有钱人的屋子啊 你从外面的Gate啊 走路去不到甲啊 你要坐车 才去得到甲 你明白这个分别吗 这个就是中产阶级跟资本阶级的分别 OK 反正这位读者留言也是匿名了 我也没有针对任何人 我只能告诉你 如果你觉得 4、5万已经是很高了 不可能是中产 一定要超越中产 我只能告诉你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